一是忙 忙让生活充实 忙让日子丰富 人越忙体力消耗越多 就有胃口 睡眠也好 人越闲生活就没有乐趣 身体无力 精神不佳 闲则习惯 癌病从神 忙则心静 万病平息 只有让自己忙起来 才不会胡思乱想 郁郁寡欢 身体康健 百病折不清 二是忘 生活中总有不顺心的事 若是记得太久 就会产生抱怨 若是计较太多 就会生出闷气 只有学会善望及时放下 才能开心的活 轻松的过 善望是最好的养生 人善望心无忧 没有怒气怨气 血脉通畅 辅丧协调 身体无恙 则能炒寿 三是笑 俗话说 笑一笑十年少 笑容是不生病的良药 欲是笑一笑 凡事别往心里割 一笑置之不理会 保持心情愉悦 才能获取快乐 人活着最重要的就是心情 开开心心的 快快乐乐的 敬拥好自己的心情 调节好自己的情绪 学会笑对人生 用笑温暖他人 才能远离烦恼 无忧安好 人这一辈子 最好的一生就是自己 保持乐观的心态 便是最好的药物